春花研究生毕业,去老王公司应聘 面试官对他各方面都还满意 跟他一起竞争岗位的是两个男同学 成绩都差不多,HR很想留下春花 但是他犹豫了,因为春花已经26岁了 HR想起去年的桂花,也是26岁进公司 半年后宣布怀孕,很多工作不能做还经常请病假 公司很为难,不能降工资,也不好继续培养 其他员工心里还不平衡,他担心春花进来变成桂花 春花心里很难受,他知道现在找工作很难 主动提出跟公司签订三年不怀孕合同 但是公司不敢,因为法律赋予了春花特殊的保护 春花是真正想工作啊,但是桂花的事儿让企业深有余计 其实放弃春花企业也很遗憾,因为筛选成本太大 只能选择一刀切 往往事情就是这样,好心未必就能办好事 因为好心并不能改变人们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 人性总会想出别的办法来规避风险 其实真正的劳动者不需要特殊保护 因为自愿交易的契约就是保护 任何自愿交易的破坏一定是对双方都是有伤害的 我是福星,关注我,带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是福星,关注我,带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是福星,关注我,带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是福星,关注我,带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